大家好我是旭哥渥可安 歡迎收看旭哥抽轉蛋 這個是復活學生RS最新的限定轉蛋 那這一次會有兩個限定池 然後大家記得去抽一下 那你點那個 地圖上這個小妖精有沒有 他頭上有那個音符的 就是去找一下 他就會送你小禮物 我剛才只找到一隻而已 有時候會有好幾隻這樣 不定期會出現 好那我們就是來去 抽轉蛋了 那沒訂閱頻道記得訂閱頻道隨時觀看復活學生RS轉蛋冒險攻略 轉蛋分析還有戰力分析那今天是抽轉蛋的特輯 那今天呢就是至少就是 抽的要比上次好一點 好很多好啊好很多啊不要說好一點 前幾次真的太慘了太慘了 應該就是好歹就是要來一下就是 附個仇吧有沒有 羅賓蒙面的理由 新角耶這個是新角 感覺是個不錯的兆頭 雖然是個A但是是個新角 露珠 我們來抽這個半周年再轉蛋 那旭哥想要抽的是荔枝 還有老爹還有尤里安這一池 那主角池的愛蓮就留給你們抽啦 除非說這次抽的不錯的話我就會考慮抽一下其他池 喔一開始有跑過兩隻喔 來啊來抱一下吧 A的沃德 A的霍克 A的 A的蘿拉 又是A啊 米涅瓦爾 不要再A了 哇靠跑兩隻就有 欸來了愛蝦 又是愛蝦 洗澡的愛蝦 愛蝦真的很在找我耶 喔 又是愛蝦啊天啊 又找我泡澡了愛蝦 上次泡澡泡不夠這次還來找我泡澡的愛蝦 啊 來個那個吧 好啦三選一喔我這次不搶球了 不搶球了 卡爾 安利 雅加大 安利 維克托 阿修羅 湯瑪斯 哈曼 蒂雅娜 那再抽一個10抽看看 來一下吧 一直突破天際啊 我來了 荔枝啊 啊 這個荔枝是哪個荔枝啊 等一下我要看一下 不確定是哪個荔枝 應該是這個荔枝啊啊中了荔枝啊啊終於啊這次我要抽得抽到啦 想說喔 黑了好久了 已經非洲超久了 終於讓我就是啊 把荔枝帶回來了 那不抽了啦 之前實在是飛太久了 那這隻荔枝呢有就是 很不錯的單體技 還有被動技能組 那之前旭哥有抽到那個生命之水那個荔枝就是可以讓他去繼承 好 好啦那我就 先先收工了 旭哥先收工了我來抽一下其他轉蛋好了 我實在是抽的最近都抽的很陡 最近的抽運真的很糟糕 好 那之後會介紹一下這一次的角色就是這個半週年這些角色 有希洛瓦塔莉亞然後妖精然後 諾拉還有追蹤皇帝女 之前有什麼還沒抽的 白金 召喚 這個是什麼這個池還沒抽期間限定 那現在抽這個期間限定先抽抽好了 怎麼會有143張這個奇怪的數字 怎麼會143這我沒拿到嗎為什麼會143為什麼會有3這個尾數這個數字 剛剛就是前面20抽都幹過我想說完了是不是又要上演就是之前的慘劇 我最近已經有那個 那個 那個 就是 欸新角耶 維克托明天就決戰了 最近就是會有那個 PTSD嗎還是PTDS 就是那個 只要看到那個我就會有那個 心裡就會有創傷啊 看到轉蛋前面一直抽不到的時候就會開始回想起之前的痛苦的回憶 尤其是前一詞 前一詞實在是太悲劇了 前一詞讓我就是抽到就是完全沒有信心啊 太悲慘了 有啊現在荔枝還我個公道了 至少30抽來一下 雖然我知道大家都是10抽20抽就全家都 集齊了但是我只要30抽能夠 抽一隻我就滿意了 今天有抽到了好幾隻新角 那把這一詞抽一抽好了 把這個紀念召喚這個是之前的活動 那徐哥也都還沒抽 還是我好像有抽一些掉吧我好像是有抽一些掉 但是 哇 死連蛙 哇連死坦鷹 要把這一次這個抽完好了今天就打完收工 喔要爆了 爆了感覺 這個電流感覺是要爆了 爆了各位 各位 終於可以一雪前尺啊 一雪前尺啊 終於可以復仇一下 溫帝尼 然後李奇 來了 爆了 我看中你堅強實力有件事想請你幫忙 該不會是妹妹吧 阿靠 這隻我 我練到滿了 各位觀眾歪到妹妹啦 可是我練到滿了 這有點尷尬 這尷尬到不行啦 我已經把他練到50級了說 印象中我是練到50級 尷尬 尷尬到一個不行 現在有好幾隻都練到50級了 抽到會很尷尬 哇 來吧 不過妹妹其實真的很好用啦 所以 前面抽其實是不會後悔的 因為你很多關卡都靠他 要抽完啦 我怎麼抽這個轉蛋覺得抽好快啊 感覺時間流 流動好快 現在也不知道抽了幾抽 反正就覺得啊 還OK啦 有抽到新角我就滿意了 我剛剛已經想說就是角在抽不到 我要用單抽的方式讀讀看了 挑戰看看單抽 因為我看有些人說單抽好像也會抽到 我就想要 使用一些歪招了 因為我已經上市信心了 之前連那個跳出再抽的轉蛋大法都失效了 已經被鎖定了 那招已經被鎖定了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單抽 把這個券抽完 剩三張是要怎樣 可以賣嗎 喔 這個雷很大可是沒有爆 就是個S 雷很大就是個S 樂意協助 卡諾那我們去看一下 這次抽的 這一次當然就是 很尷尬就是我的 我阿婆今天要48等 各位 雖然說我知道你們很不想看 可是阿婆已經 快要練到50等了 好像有人想看 好像是有人想看 好像還是有人回說想看 有一位朋友 有他想看阿婆 重口味 想看重口味的阿婆 可以 聚哥就 找一天滿足你們的心願 給你看重口味的阿婆 50級滿等的 好啦那今天 旭哥抽轉蛋呢 就抽了這個 三隻新角 維克多 羅賓 然後最重要的 抽到這個荔枝 還有抽到很多碎片 這隻荔枝 最重要了 喔荔枝還穿 這個是格紋的絲襪 這麼燒 喔可以 我怎麼覺得他好像有變大的感覺 我怎麼覺得他好像有變大的感覺 好像比前一隻荔枝大感覺 有長大了是不是 之後再來做一下他的 戰力分析阿 實測一下 7033 那之後也會做一下這個兌換索那個 大家就記得看一下 之後會做一下兌換索的 角色的 分析攻略 就是在這個半周年這個 他有角色可以換嘛 那 去個研究一下 這幾隻其實有幾隻還不錯的 123456789 這九隻 裡面有我覺得有兩三隻還不錯的 那旭哥會做分析給大家 好吧那記得訂閱旭哥倭凱頻道 看旭哥輪迷上冒險 今天抽轉戰抽得還不錯 終於復仇了 好那我們下一集見 人發表分析了